医生一次 大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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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怎么回事 报告大历长 亿二年后大 发现货架 老板37路 前方20公里 发现其货底 好完毕 同园 到 叫卫生员马上送医院 是 武队进行 准备战斗 快点 小心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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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ferente 開放 蟹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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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帅了 走吧 大姐啊 好好验呐 这次你为大队及时地提供信息 使大队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大姐让我 躺下 有话就说 大姐让我 我没保护好八卦鸡 要不然我就不用跑了一趟了 说得对 不过你们二中队 平常训练的五公里的越野 这一回让你派上用场了 大爷长 我 我想跟你说句真话 什么真话 大爷长 我 告 告您状的事 不是我干的 小兔崽子 那事我早就忘脑后了 那强 你的表现 让我想起了过去 记得我刚当兵不久啊 也出过这么一回事 为了报告火情 火神跑了一夜 整整跑了一百二十里 一百二十里 那强 你就是我们三井的第二 能 我可不愿意看你那熊眼啊 老婆 什么事啊 县医院来紧电话 让您去接 我现在就跨厅这个紧急电话 好好给我休息啊 是 大队长 喂 我是姜孟华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周景莲 节肢 我说医生 你把她胳膊锯掉了 让她下半辈子怎么生活呢 你别跟我说这些 我不愿意 我不解 我不解 我不解释 你的病情已经发生恶化 如果不及早截止 会有严重后果 甚至影响到你的生命 不行 我宁可死我也不解 唐冰的 没有胳膊怎么想 大夫 你们是大夫啊 你 你们再给我想想别的办法 我给你记得最大的努力了 这是专家会者的结果 为了确保你生命的安全 已经决定去北京完成截肢 不行 我的胳膊不能锯下来 我那边死 我也不解 这是医院 你要服从医务人员的指挥你 我不 你有这只胳膊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你在这儿 我给你您早打电话了 快 快 快跟上 快跟上 快点 快呀 跟上 喂 小大队啊 什么事 我跟你说 周锦林有麻烦了 怎么了 他听说要拒掉他的胳膊急了 寻死命活的 饭都不想吃了 咱们得找人做做他工作呀 就你聪呀 我早就想了 本想请他家里人来部队陪他聊聊 可他家里没有亲人 没亲人 那他这日子怎么活呀 不是这些日子 是这一辈子 你也要找人劝劝他 这些日子 她要找人劝劝他呀 说得也是 来 我跟你说 你给我好好想想 这个任务 我就交给你了 是 倒是有一个人能劝他 谁 孩子 我来了 来看你了 奶奶有话跟你说 奶奶知道 她们要把你的胳膊 奶奶 我没法活下去了 从我给你送蓝线那天 我就知道不好 心里咯噔一下 没敢跟孩子说 今天齐大川把车往我门口一放 我就知道准是你出事了 这一路上 我想啊 想啊 你们这些神经病 也太不容易了 打一场火下来 哥哥都是伤痕累累 你这伤势越来越重 眼看着一个活脱脱的大小伙子 变成了一个残疾人 嘴儿 只能不能 Aunt苔 打一场defined 小心 照顾 袁如 付出了 ��旁 水 ian Hou 孩子 看看我這把老骨頭 你也得活下去啊 奶奶已經沒有了小棒槌了 周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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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認識我嗎 我小棒槌 奶奶 奶奶不能再沒有你這個孫子了 奶奶 奶奶 他也對你一樣 肉絮 你看這車來車往的 無盡的交通啊 真是發達了 什麼高速公路啊 高速火車 超音速飛機 这地球啊 真是小喽 是啊 你看 这上午人还在家里坐着呢 下午就到国外去了 我是真想啊 再回长白山回部队去看看 那还不容易啊 你只要打一个电话 部队还不派专车来接您啊 接我 这事怎么能麻烦部队呢 可是你这身体不行啊 你看看 这么远的路 又都是盘山路 好像前几天我看电视里 转播一个百岁的老人哪 坐着他儿子为他坐的 夕阳号特别慢车 去周游全国 挺有意思的 这启明夕阳号特别慢车 也符合老年人的心理 不简单的 你说人家一个百岁老人 都能去周游全国 不过我一个六十出头的人 为什么就去不了长白山呢 大夫啊 您真想去啊 大夫啊 大夫啊 そ都不清心 大夫啊 丫头 你这是干啥呀 你看 大伯 你这是 这是我呀 为你准备的特别慢车 怎么样 您不是要回森林去看一下吗 这回呀 我要好好地陪您 仔仔细细地 把森林开一个辩 你看 这还有大棚呢 刮风下雨啊 咱都不怕 那边很难剑 绝队长 绝队长 明天是一把火生日 我们随时半箱给您庆祝一下 你把东西准备好 交给我就行 是 你注意啊 别一把火一把火的 人家有大名 是 那请 给 队长 我这儿有 拿着 少啰嗦 齐队长 有什么事 走 请那边说 说吧 什么事 笑什么呀 快说快说 那好 我就直说了 我看上你们祝福收了 看上什么了 说说 他救过俺 是俺的恩人 还有呢 他心眼好 但人实在 不过就是有时候有点死心眼 可那也好 你喜欢他 他喜欢你吗 他想喜欢 可是不敢 说你们部队上不让 对 我们部队上有技术 战士不能搞对象 那你为啥能跟叶思芳搞对象 我 我就不明白了 一个营方里当兵的 怎么会两种对待呢 祝福收是战士 战士怎么能跟干部一样呢 再说我跟叶思芳也没 我算是听明白了 干部是官就可以 战士是兵就不可以 那你给他提成干部不就成了吗 我 我 我怎么跟你说呢 有什么不好说的 你要是不答应啊 我就去找江大队 反正 反正我跟他已经那个了 什么那个了 到底哪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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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卢又叫了 台长 是不是山花间又给他送好尺来来了 瞎胡尺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来人 谁说明儿来 周队长 好 慢点 你干什么 给纳强留待 周队长 今天什么日子呀 台长怎么当的你 哦 纳强的生日 我给忘了 忘了哪行 以前在吹指班的时候 别说全中队 全大队队队的生日八字 都在我小五张记的呢 纳强呢 上塔了 你给我去啊 是 是 哪家那小子陈优福 队长过来给他过生日 还都没有 快去快去啊 周队长添和之前 还要回去呢 怎么 在你们这儿兑会一晚上 不欢迎啊 欢迎欢迎 我这儿服务四星期了嘞 四星期 好 看看这个四星期 不欢迎 入园 赶紧 不痛 晏 有 在那里面 反正 很久 有 我 是 不 有 有 有 走 怎么了 队长 还有 牛腾水 今天这个生日 是我一生中 最难以忘怀的一个生日 可是我心里很难受 那是因为 今天是两个人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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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 我是不想说的 队长 可是我不说了 我这生日 我就过不下去 判断 你 赵笙 今夜 �姐 帮我 好了 算是 我 我跟棒铁有缘 以后每年我的生日 都和棒铁一块儿过 我们是啥 我们是当兵的 是男人 今天你又长了一岁 刚才不管你许了什么愿 我送你一个祝福 祝你早就考上军校 成为森井学院的大学生 这是对棒铁最好的围棋 队长 我许的 我许的 就是这个业 来 你这个时候回来干啥 这买卖也得干呢 对了 哥 我现在需要一批木材 最好是要洪峰 你可真是有钱不有命 我也没办法呀 也是有人在逼我呀 对了 那个烈火弹那个事儿 你看能不能琢磨琢磨 咱们等风声过后 死了算了 大不了给他一笔钱嘛 你以为死了真的是老百姓 咱赔这个钱就算了 死了真的是兵 兵怎么了 你以为死了 喂 我是罗一新 什么 吴玄 他在哪儿 好 我马上你到 你站住 这儿 你放这儿 你放这儿 咱们没问题吗 明 咱们 我怎么回来了 在这儿 咱们都会不好意思 还有这儿 谢谢 谢谢 我去 老马 人呢 在里面 走 人呢 刚走 先生你有事吗 没事 老马 你说的公关局力这么近 你怎么不报警啊你 我不是想把机会留给你吗 是 哎呀 行了 走走走走 董队长 起来了 嗯 嗯 永远 过得不错 那还要说 你拿水 走 把钟地长昨天吃的东西 放到冰箱里去 你们还有冰箱啊 山下的小河边 有一个洞可凉了 东西放进去 十天八天没问题 过日子嘛 啥子得有 钟地长 你啥时候回去啊 钟叔 问你点事 你是老实人 可得说老实话啊 我就不知道啥话不老实 钟队长 你问吧 你跟满山花 挺好 是 是挺好 他说 他跟你那个了 是吗 哪个了 你们俩的事还问我 那个了吗 那个是哪个了 我跟满山花 绝对没有那个 那人家满山花还能说假话呀 你们俩来亮完塔之前就 是 是有那么回事 说吧怎么回事 那次是 这有啥呀 我就直说吧 那天傍晚 绝对没有那个 他虽然脱下我的裤子 可那是不得已啊 钟队长 就是换成你 也得给解开裤子 什么什么 什么了七八糟的 我这么跟你说吧 那天傍晚 一只草耙子 钻进了我的裤裆里 他钉上了我的屁股 伤发的硬是 逼着我脱下了裤子 你说这个傻大姐吧 他硬是 把这个草拔子撩出来了 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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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信 你不信我脱下裤子 让你看看 你看 我这儿还有硬的 别拖了 就你那臭丁流着吧 钟队长 你可以得相信我 钟队长 你可得相信我 我信了 真的 干活儿 人子 我信了 我信了 是谁啊 我信了 小兔子 你跟我来 这也放下 老婆,我坐下了 老婆,我坐下了 别跟着,别跟着我 别跟着,老婆 老婆,你坐下了 我也不想了 老婆 你这些脑子 都是学买卖人的 老婆,我可跟你说 老婆,你可不许跟我上 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是为你看的 为我看 我告诉你吧 我懂 你别糊弄我啊 不信你看 老婆 澳大利亚起大火了 这火着的太大了 他们政府都打算放弃了 就在这儿 离我老一家好像还不远呢 这火 怎么能放弃呢 这能打灭 要是你帮我 肯定能给它打灭了 真的 那我可想老大利亚发现了 就是咱们中国北方三井 能把这火打灭 你 他们要是请我去啊 我首先就跟他们政府立个军令状 那我可说发就发 小兔子 你发吧 人家谁会理你这种毛头小子 那可不一定 爸 有个婶子来咱家两趟了 好像是有什么急事找你 婶子找我 对 找你 来 爸 就是他 我来了 小山花来了 江大队 快进来 坐上坐上 嗯 江大队 嗯 总算找到你了 你今天就再忙啊 你得解决我的问题 哎呀 我能解决你的啥问题 你能 来来来 喝喝 我就要求啊 你给祝丰收提个干 你说啥 给祝丰收提干 哦 哎呀 不管啥官 只要是个干部就行 提了干 我们好结婚啊 这就算是提干 这得有个过程啊 我们森江部队可不是为火山 说给别人的师长旅长干嘛 就是一句话 大队长 您就帮帮这个忙吧 不管祝丰收是个啥官 哪怕是个牛官 马官 都行 祝丰收 不是您一手提拔上来的吗 山花 你不了解部队的情况 提干是要考核的 那战事提干就更复杂了 比如说 这个学历 军力 贡献 表现 大队长 照你这么说 我们丰收是没有希望了 我看没啥希望啊 没希望你也得办 这事儿是祝丰收让你来的 江大队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怀孕了 是祝丰收的 不是 这是我能跟你开玩笑 你到着答应不答应啊 你先回去吧 如果这事是真的 我让朱峰找你取了 喂 江大队 你可快乐点 再晚了 我这肚子可不等人 爸 吃饭吧 吃个屁 爸 吃饭吧 他这个胃不是刚开过吗 怎么又开过去 不知道 什么事这么急 露露 露露 走吧 走吧 宝贝 你先回去吧 今天召开这个紧急会议啊 主要是研究一下 也不算是什么研究 就是通告吧 什么事呢 就是让朱峰收退伍 这几年大费护士工作都回来了 怎么会转业呢 是不是他自己要求回去的 好了好了好了 要说朱峰收啊 确实是个不错的战士 这些战士里让谁走 我也舍不得他 记得刚入伍的时候 他一个人就为我们大队 为了尸骨头煮 那菜地里的技术拿得起料下 给我们大队搞的伙食 炖炖饭菜没有重样 就连平时腌的那个小咸菜 那都是有滋有味 可以说在他的手里 没有糟的东西 当然 人乐此点 可是没什么毛病 本想这次把他从后勤调出来 怕他干不好 可结果呢 训练上塔 样样都干得不错 他也是真想在部队里好好地干 我呢打心而理 也是真想把他留下来 可现在不行 他办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大队长 别让大家猜了 祝丰收犯什么错误了 这事当事人不讲 谁也不知道 可是谁又能想到呢 他跟当地那个满山花未婚先孕 齐大船 这事出在你二中队 所以必须要严肃处理 大队长 这事我了解过 祝丰收跟满山花虽然有恋爱迹象 但是凭他的觉悟不可能发展到未婚先孕的地步 是 祝丰收的觉悟高 可那满山花呢 他是过来人 就算祝丰收不是干柴 他 他能嫁到满山花那团烈火吗 这事是越传越贤乎不能信 除非满山花自己承认 没错 他亲口跟我说的 拍着肚子跟我说的 什么 这 这不是害祝丰收吗 害人哪这是 这女人呢 是轻易不会将脏盘子往自己脑子上扣着 满山花呢 花能够大胆地向组织承认 这就说明事实绝对存在 不容任何怀疑 因此为了严肃军纪 我觉得让祝丰收退伍 这是对他最大的关注了 好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没意见 没有 没意见那我们上会吧 班长 这事我还得给你谈 你把我叫到这儿来 怎么不说话呢 想说什么呢 想说什么呢 别让我猜闷啊 我跟你说啊 要说什么快说 不说我可就走了 我可真走了啊 我可就走了 都走 我可真走了 你怎么可能 你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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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说了 能满山滑肚子大了 你还不是我 是不是 对不对 是吧 队长 你再想想 我不用想 你再好好想想吧 我早就想好了 我告诉你 对中风收拾感情 我逼你一身 你不是说我向上他 护着他吗 还有那次跑步功率的夜夜 我骂他 你说是骂你是不是 对 桑家 你这就是骂你 我闹着我的骂你 我 我知道你为营兵 我真的是骂你 你太骂我 我真的骂你 你不骂你 你是骂我 你还要骂我 就是骂我 房屋 有事啊 你知道那小姐 Uma路 叫什么路吗 什么路啊 这条路啊 你们练一下 他让我在一夜之间游个战士 跑成了排长 不光跑成了台长 还跑来一个媳妇 大伯啊 这条路还有故事呢 躲了去了 那你能讲给我听听吗 那哪 当年呢 咱这个地方 还没电话 通信呢 全靠跑 跑信跑信 要是遇到紧急的事啊 就在那线上 插了三根鸡毛 我知道了 就是那种鸡毛信 我们在小学课本里学到过了 对对对 就是那种戏 一天呐 瞧 那片银子着火了 哦 队长让我去送信 着急啊 我这一宿啊 跑了一百二十里路 哼 鞋跑丢了 袜子跑没了 天亮的时候呢 我光着脚丫子跑到了这儿 走 你真够辛苦的啊 哇 哇 跑了 对 有没有 你猜 他们发了我什么奖品 什么奖品 奖金 那是奖章 那是什么 是 一顶草帽 草帽 就是咱家墙上挂的那顶吧 就是那顶草帽 永迅 你可不能小瞧那顶草帽 那在当时是谁看了都眼馋 那羡慕得不得了 没过几天啊 队里来了个女卫生员 把我草帽呢偷走了 队长啊就把我喊了去 去 到叶阳沟找她去 我知道了大伯 你说的是伯母 大川的妈妈 对不对 永迅 你这姑娘可真够聪明的了啊 那这段路 可是值得纪念的一段路啊 是啊 我已经二十几了 二十几是那年了 对我来说